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标题 我们这节课学习下HTTP协议和外部的本质 对吧 其实这个前面咱们就应该讲 大家前面是初学 对这个不太好理解 因为HTTP协议对我们外部工作者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咱们请求的每一个网站 其实都是利用的这个协议 听懂吧 都是利用这个协议 如果不知道这个协议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了解网站工作的本质 听懂吧 所以这也开始 你要学一下HTTP协议和外部的本质 那学习这个的目的 除了咱们可以很好的理解外部的工作原理 最主要的是咱们为咱们的绘画控制做准备 因为你要想彻底的利点绘画控制 那前提就得先了解HTTP协议 所以咱们把HTTP协议的课程放在这个位置 那我来看一下 咱们在掌握在使用外部的时候 需要了解的一个问题 你看咱们说了 做网站都是通过什么 叫我们一刷新书育名对不对 都是通过一个育名使用浏览器去访问的服务器 是不是这样的一过程了 咱们平时应用只是应用到了这样的形式 还不了解它的内部的一个工作原理 对不对 它的本质是什么 咱们电动清楚 所以咱们要知道 浏览器和服务器到底是如何打交道的 对吧 比如说服务器在我这 那妹的你的机器是浏览器 对不对 咱们这两个机器是怎么打交道的 对吧 然后服务器又如何处理的 这就是咱们前面学了很多PP内容 对不对 利用阿帕奇怎么处理的 然后再也就是浏览器又如何将网页显示给用户的 对吧 看上去这些问题其实很容易 对不对 对吧 但是要你讲过它的本质 有可能好多人是说出来的 对 咱们现在就让大家能说出来它的本质 那就得了解HTTP协议 好吧 好看一下 神何为HTTP协议 看一下 英文就是这么几个字笼 看到了 有你这里边能不能提出来一个HTTP 对不对 HTTP 它是这种协议叫做超文本传输协议 这个协议干嘛的 只要是我们做网站 做外网 就离不开这个协议 你看 所谓的协议就是双方遵循的规则 就像到于你跟哪公司办事 对不对 然后签订了一个合同 这个合同就是它俩遵循的协议 如果办合同办事 那就可以起诉之类的 对不对 那 当然了咱们平时那些工作上的那些 假如说偏离合同稍稍一点点 咱们都是很大方的无所谓 对不对 但是网站这个东西都是程序组成的 你差一些都不行 就差一点点都是不可以的 对吧 所以呢 就是协议就是双方遵循的一个规范 这点很重要 那HTTP协议 那就是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 沟通的一种规范 你那是浏览器 我这是服务器 他们俩沟通采用的是什么规范 这个规范就是HTTP协议里边写好的规范 对吧 咱们平时不按这个规范 咱也知道 我一访问服务器给我一想用 对不对 那知道规范的话 你了解它的细节 你看我们再看空间 双微博 你访问的所有的网站 对吧 都是使用HTTP协议 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对不对 记住这个协议 那协议长什么样 后边咱们再介绍看一下 对 而TP协议属于应用层的协议 那这个大家又不了解 什么是应用层了 对不对 如果大家接触过网络部分 对吧 那网络部分 大家肯定了解 OSI7层模型 最上面那一层就是应用层 应用层 也会大家看一下 但是这不是咱们重点 讲过的内容 知道吗 而且是基于TP协议的 那又什么又是TPIP 对不对 又是一个问题 应用层TPIP 对不对 这些都是网络知识 如果你现在是做过网络的 对不对 这些你都是非常理解 如果你是没做过网络的 那你会需要查一些资料 了解一下什么是应用层 什么是TPIP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协议 那如果你上大学的时候 学用计算机网络的课程 就一定知道OSI7层参考协议 所有的网络的程序 基本上都是参考OSI7层 这个模型建立出来的 听懂吧 所有的网络通信 都是走的这些7层模型 有计算机 两个机箱通信走的都是这个 听懂吧 就是比如说你给我发一个字幕串过来 或者我给你发一个字幕串 那走的都是这7种模型才能实现的 只不过咱们把底层怎么的 在咱们变成的时候 那些你不用说太深的了解 就像咱们两个打电话 对不对 都会用你给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 对不对 小孩也会用老人也会用 对不对 他非得懂电话的原理吗 对不对 像咱们我给你发字幕串 你给我发字幕串 使用一个sokie的就可以发字幕串了 对不对 你非得了解 计算机是怎么通信的 那怎么实现的呢 那些有可能不用去了解 听懂吧 所以呢 咱们这个协议底层的7层模型 等就不想你来说了 好吧 你看 如果你接触过sokie的网络编程 当然pap也支持sokie的 对吧 就像我给你发字幕串 你发字幕串 用sokie的就可以发 对吧 那就应该明白什么是tcp 什么是udp 对吧 tcp呢是面向连接的协议 而udp呢是数据报协议 对吧 但是udp呢不太稳定 比如发短信 对吧 或者发那个传呼 tcp有点像打电话 面向连接一直连着 跟你说话 而发短信呢 就是一个数据包 发过去就完了 对不对 收一收到什么呢 你都不确定 对吧 那在这个tcp是建立三次握手的协议 那我们给你 张少给你看一下 网络通信的七层模型 对不对 那应用层表层 绘画层传说层网络层 数据链层物理层 通灵介质 对不对 然后再回过来 这样的话 就能完成一个通信的过程 咱不用去 因为咱们要讲这个七层模型的话 需要很多很多很长时间 对不对 所以大家呢 有空的话去看一下 没空的话了解一下就行 所以呢 那传数据得需要七层模型 而上面应用层 就是rtv协议 是典型的应用层 在这层上面用到的一个协议 对吧 而像传输层的 像tcp udp 就是典型的 在传输层上的一个协议 大家只要了解这一点就够了 嗯 知道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既然tcp和udp 是广泛的网络的通信协议 也就是我们用socket 我们也能实现 我把网站的代码传进你 嗯 那为什么我们做网站 不走tcp这个协议 或者udp的协议呢 对 对吧 而我们前面学过的mysecure 对吧 学过的mame cache 是不是都有连接的过程 嗯 对不对 也能在命令行 客户的命令行控制服务器 那他们走的就是tcp这个协议啊 嗯 那为什么我们网站不走这个协议呢 那下边这块 给你举个例子了 udp协议具有不可靠性和不安全性 这样都是发短信 我给妹子发个短信对不对 嗯 那我只知道我是发出去的 但你说没说到我不确定 对吧 这样呢是数据报的 就发包的发邮件 你给谁寄个信发出去 但你不知道他收不收到对不对 嗯 那像那个tcp呢 就是呃连接的方式 基于连接的三次过手的 就是三次确定之后才能够真正连上 像打电话 那电话通通通你可能知道吧 对不对 这个是好一些的 对吧 那他说了 既然有tcp有udp 那他udp是不可靠不安全的 那为什么我们网站不走tcp呢 虽然具有可靠性对不对 tcp 但是呢 怎么的 具有一定的缺陷 对我们想一下 比如说cs架构的软件 就比如说咱们讲过的many catch 咱们讲过的my secure 是不是客户端服务器这种cs的软件啊 对不对 顶多上千个客户端连接 对不对 嗯 客户的服务器端的一般的 顶多就是上千个一起连接的 而且想象一个网站 嗯 一个网站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放到网上去 如果你的内容非常好 对不对 你想要对我多少个连接 对吧 比如说 咱说的1236咱们订票那个网站 对吧 春节的时候 你想要多少人访问 对吧 那用tb的协议 对协议不支持那么多连接 对吧 你看 比如说bns网站 10万人投入在线 也是平常的事 对不对 如果10万客户端 一直保持着这种连接的状态 就像我打电话 其实它是多进场 多进场那种 同时能跟多少人打电话 对不对 如果10万的人 一直是保持连接着的一个状态 你想要 这个连接资源是不是很大 而网站 你看10万人通在线一直连接 你可以想象一下 对吧 你要是对于电脑上 几千个同时连接 还可以 对不对 你服务器再好 同时几十万几百万 那样连接 是不是也很严重 对 对吧 嗯 所以说 服务器如何满足承载呢 就是这个问题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做网站 可以通信 其实是可以走TCP的 为什么不用TCP 而在应用场上又出了一个协议 那这就衍生出了 而是TDP这个协议 对吧 它是基于TCP可靠连接的 也就是它的连接方式和TCP很像 对吧 就是一个什么不像UDP发报的 就是能看能感觉到是连着的 就像打电话一样 对不对 所以它是基于这个可靠连接的 通通点说就是什么 请求之后 但是跟TCP不一样 TCP我连上了 比如说像咱们的客户连天 或者打电话 连上了是不断的 对不对 而网站请求呢 也是走的这种模式的连接 但是我一刷新网站 比如说这样 我一刷新的网站 你看 或者是重新打一个域名的网站 是不是页面给我请求过来了 这个连接得到内容了 内容已经显示出来 对不对 这个连接就断掉了 然后把资源就释放掉了 就是用完马上自己就断 而TAP呢是一直连着的 你不强制高的断的 是不断的 能力的过程 嗯 所以我们这话要注意的就是什么 就是在请求之后 服务器立即关闭连接 释放资源 这样就满足了资源的可用 也吸取了TCP的可靠的这个优点 嗯 没有这意思啊 所以RTTP协议和TCP这种 常连接的协议还是有区别的 嗯 对吧 请求一次马上断开 正因为请求了之后马上断开 你想想 咱们这次请求 嗯 这个是网站的请求 我上新一下 看一下 然后我用同样的流浪器 我再访问 比如说 3W.lumpbrother这个网站 是不是又一次请求 对不对 然后在这网站 比如说我又点了一些论坛 是不是又是一次请求 嗯 三次请求 请求完都得到了 都马上断开了 你说三次是完全独立的三次 对对吧 嗯 也就是在我最后一个访问的过程中 他不会记录我上次是从哪来的 对 虽然我是从首页点刀论坛来的 对不对啊 但他不知道我是从首页过来的 嗯 明白这意思吧 他不知道我是从首页过来的 所以我们管这种叫做无状态 什么叫无状态 就是他不会记录上一次的状态 每一次都是独立的 所以他也就跟踪不了用户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后边我们要学习绘画控制 让我们网站能跟踪用户 不能跟踪用户了 他在第一个一边登录了 到第二个一边 用户名就没了 是不是这意思啊 所以必须得跟踪用户才可以 嗯 嗯 所以所谓的无状态协议 就是RTP是无状态的 指的就是 记住这仨子 无状态 指的就是每次访问都是独立的 不会记录上一次的状态 嗯 所以没有状态的记录 那后边呢 我可以重复一下这个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你要认为如果RTP是有状态的 咱就不会有规法控制那一处 对不对 他真的帮你记录你是从哪来的 对不对 那每一次不管是点连接 还是从你写地址 他都不会记录 上一次是从哪来的 明白这意思吧 嗯 也说服务器不知道你客户端干的啥 嗯 对不对 服务器不知道你客户端干的啥 很大成长 只基于性能的考虑 对不对 就是每次请求完 得到数据就断掉 不会一直连着 对不对 所以他不知道断开 然后你再连接的话 是一个新的 对不对 所以他不知道上一次的吗 所以这都是基于性能的考虑 对吧 那这个呢 有的时候是一个缺点 其实也不是 对不对 咱们可以用绘画控制那种技术 也可以跟踪到用户 所以可以解决这问题 所以呢 如果你学 咱们做网站 你要不学绘画控制的话 学人提议协议 你要不接着绘画控制的话 你就跟踪不了用户了 明白这意思吧 嗯 好 所以说 我们在学外部开发的时候 特别是学会发控制之前 我们就得了解 什么 学习HTP协议 学习HTP协议 我们最主要需要了解的 就是HTP的请求和响应 是怎么个过程 因为这个协议里边规定很简单 就是有请求有响应 当然了 在请求显示过程中 我们还要了解 各种的请求方式 状态码 URM MIME 等等的信息 那这些信息呢 咱们将在下节课 向大家介绍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课了解 什么是HTP HTP 为什么咱们使用 就介绍到这里 好 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